作为较早国产的豪华品牌紧凑集SUV,奥迪Q3国产了已经整整5年,全球上市已经7年,到了该换代的时候了,眼下宝马X1已经完成换代,销量水涨船高, 奥迪GLA产品力依旧不错,奥迪Q3已经成为BBA紧凑型SUV之中,最差的那一台了,所以全新一代奥迪Q3的到来,已经是迫在眉睫,日前,陆式的全新一代奥迪Q3已经被捕捉到了,这一次全新一代Q3带来的亮点确实颇多,从前脸看,全新奥迪Q3向最新的Q家族风格靠拢, 采用了大尺寸不规则的八边形进气格扇,内部融入了网格中网装饰,看上去很大气,和全新一代奥迪A4旅行的前脸非常相似, 基于MQB平台打造,从平台来说相当于图观这个级别,侧面车身的视觉上有着明显的拉伸,隆起的轮煤以及双五幅轮网的运用,都进一步提升运动感, 国产全新Q3的后车门并无肉眼可见的家长,尺寸方面参考海外版,其长宽高分别为4484,1856,1616mm,轴距为2680毫米,相比现款Q3全面增加, 整体来看,全新一代奥迪Q3略有奥迪Q8的影子,看上去要动感不少,尾部部分,全新奥迪Q3采用全新的横向北灯组设计,看上去更加低调, 总的来说,全新一代奥迪Q3的外形更年轻,更硬冷了,与老款圆润的造型大相径庭,更能获得年轻人的宠爱, 全新一代奥迪Q3的中控台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取消了现款车型上的悬浮式中控显示屏设计, 取而代之的是位置更低的大尺寸可触控显示屏,看上去相比现款车型要更加精致, 值得一提的是,奥迪家族式的全液晶仪表,也出现在了全新Q3上,科技感倍增, 不同于全新一代如奥迪A4L、Q5L、Q7的设计风格, 全新一代奥迪Q3的内饰更像大众涂锐的造型,在奥迪家族中别具一格, 至于动力,全新奥迪Q3有望采用1.5T发动机,取代现款的1.4T发动机, 并提供最大功率128马力和148马力两种规格可选, 同时2.0T发动机,也有望继续提供全新一代换装MQB平台的轿车产品的变化来看, 全新Q3势必会在空间表现上有所提供,再加上换装了全新的LED大灯设计, 新车在产品力上理应高出现款车型,当然能否和宝马X1依较高下, 其国产后的周距,是否加长成了核心所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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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